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赋一出屏幕 引发多人关注 其中 状元热门凯德康宁汉姆是翘楚 康宁汉姆出生于2001年 他的身高达到2米03 体重100公斤 是标准的前锋身材 过去的大学赛季 他场均出场时间超过35分钟 得到20分6篮板3.5助攻的数据 表现非常突出 最重要的一点 很多球探预测康宁汉姆是今年选秀的基石 他可以慢慢成长 成长为一位超级球星 其他的新秀都没有这个特质 这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摆烂一个赛季最终只获得榜眼 只差一步之遥 他们就能拿到舰队基石 火箭本赛季常规赛 送走球队核心哈登 随后他们的战绩一落千丈 沃尔来到球队后 球队虽然有一段时间打出了不错的战绩 随即就是漫无止境的连败 球队打法平庸 阵容不兼容 伤病皆肿而至 这三座大山压在火箭身上 火箭的战绩没有任何起色 他们变成了一支联盟烂队 人见人妻 任何人都可以在火箭身上占得便宜 今年常规赛 火箭的战绩可以用不忍直视来形容 三年前他们还是西部排名第一的球队 今年他们只取得17剩55负的战绩 排在全联盟倒数第一 西部倒数第二的雷霆本赛季 都取得22场比赛胜利 单论阵容其整度以及天赋 火箭似乎还比雷霆好一些 火箭今年有两位球员得分超过20分 分别是沃尔和克里斯蒂安伍德 后者是一位天赋一柄的风险球员 火箭会将其视作重要艺人大力培养 但是沃尔已经有日落西山的味道 今年他场均有20.6加3.2加6.9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为40.4% 三分命中率连32%都不到 每场只打32分钟就有超过三个失误 效率非常低下 沃尔经常自称自己是火箭领袖 可看过他场上表现的人都知道 沃尔根本无法承担火箭领袖的责任 所以火箭选择在赛季后半段百万 未来在寻找一个优秀的球员当舰队基石 康宁汉姆无疑是最佳选择 康宁汉姆的打法是持球核心 他擅长突破投篮带动队友 这种球员在如今的联盟都是香波波 东契奇 特雷扬 哈登以及勒布朗詹姆斯 都是持球核心打法 他们都是球队完美的领袖 年轻的康宁汉姆在上个赛季就展现出这种特质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球队想得到他 今天的选秀千未确定后 有消息传出康宁汉姆将大概率为活塞一支球队试讯 换句话说 康宁汉姆已经基本锁定的状元 他将前往活塞 现在火箭只能寻找其他优秀的球员当球队基石 他们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优秀又有天赋的球员可以说难得一见 2018年和2019年 太阳和醍醐都是不假思索 就选择了艾顿和威廉森 因为这两人的天赋都肉眼可见 不需要多想 直接选择就可以当球队核心培养 如今二人这两年的表现也得到验证 康宁汉姆能在选秀前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度 引发多支球队追捧 也能侧面反映他的能力和天赋 火箭队有可能错过一个舰队核心 未来他们的重建有可能遥遥无期 火箭未来要想重建 一定要以伍德和今年选中的年轻人为主 沃尔必须退居次席 必要使火箭还可以尝试将其交易或者放弃 接下来对火箭来说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他们的重建有可能持续三年到五年 想重回2018年的巅峰状态恐怕不现实 NBA任何一个球队都会经历顶峰衰落这个阶段 任何球队都无法避免 火箭到现在迎来自己的低谷和衰落期 也许今年的选秀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只是他们错过了最好机会 各位球迷朋友 你们觉得火箭未来能不能选到他们的真命天子 完成重建 欢迎在文章下方评论区留言评论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